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个人如何买卖枪子 你要买枪的话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最简单就是枪店去买 一个正式的枪店里面去买 加州是美国里面最严的一个州 买枪子 私人买枪子最严的 你先到一个枪店里面去 先选好你喜欢的牌子跟型号 然后你付过钱 然后呢 那个枪店呢 就会给你一份表 你就填好你的个人的资料 然后他会把你的枪 跟你的钱送好 放在一边 不会先给你 他要等十天的时间 在这十天之内呢 这个枪店就会把你的个人资料 传到那个DOJ 那个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司法部 他们会调查你的背景 他主要呢 他就是要确认 你是没有案底 第一 没有那个神经病的案例 解释都没问题了 通过了 他会跟那个枪店讲 你通过了 然后十天之后 你就回到那个枪店 就可以把那个枪拿走了 如果你跟私人买枪的话 比如说有朋友啊 怎么又买一个枪 买一个枪给你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 你不能够私相就这样 交钱收了枪就算了 不行的 这是非法的 你有两个人一起 到这个正式的枪店里面去 我们叫它叫干枝了 它是一个代售箱 你要把哪个枪给它看 然后呢 你就填一个表 这个枪店也会一样 把那个枪先收好 它会收了一个小小的费用 做这个程序 但是法律规定 他们要这样做 所以他拿了你的资料 把那个 同样把那个资料 传到那个司法部 他们检查过 觉得你没有问题了 你十天就回去 他就把那个枪给你 几个就是在加州买卖枪的一个程序 大家估订没有办法 这样子还没有办法 但是我肯定是感谢 它看得到的 就会几个就是 公司的 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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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